中文字幕志愿者 联系统 今天我们要来谈的东西 是一个很特别的题目 我很兴奋想来跟你谈这个题目 因为这个题目说 如何发挥最大的潜力 如何发挥最大的潜力 前面我们的主题经文提到这个事情 神的福音是大能 是神的力量 那个力量会运行在我们的心里面 充充足足成就这一切 也就是你生命当中 拥有一个真实的力量 这个力量很真实的在我们里面 来自哪里 神的大能 我不晓得你是不是曾经参加过 坊间的一般潜能激发的课程 你参加过潜能激发课程 会揮你的手啊吗 蛮多人去参加的 你知道潜能激发的课程 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就是他们都很贵 第二个特点 他们一定只能激发你里面有的东西 他把你里面的潜能激发出来 那叫潜能激发 如果你们没有那个能力 对不起 激发不出来的 这是潜能课程很重要的事 今天你要得福了 跟你旁边说今天你要得福了 而且是免费的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 你知道这个福音的能力 会真实的进到我们生命里面来 不是我们原本里面拥有的 而是上帝的能力 你知道上帝的能力有多大吗 你想过什么叫上帝的能力吗 你了解神有多伟大吗 让我提醒你 我们永远不知道神有多伟大 我们没办法 我们有限的智慧 没办法了解那无限的神 到底有多伟大 但是我今天能不能试着 带你看一下上帝有多伟大 我昨天坐高铁从高雄到台中来 高铁的速度时速300公里 300公里快不快 300公里很快的速度 咻一下就到了 我很赞叹 哇 这么快的速度 人类可以造出来的飞机 飞得最快的 每个小时可以飞3500公里 有没有很可怕 3500公里那是什么速度 你几乎无法想象 可是你知道吗 我们的上帝 我们的神 祂创造了一个东西叫做光 光 光的速度是多少 每秒钟它可以走30万公里 每秒钟30万公里是什么概念 想一下好吗 换乘时速 一个小时走10亿公里 想一下我们神有多伟大 神有多大 比这个大 因为这是神创造的 你要不就不认识神 你要认识神 你就要知道神有多伟大 让我提醒你 这不是神的伟大之处 神比这个更伟大 这是我们观察的道德 神有这么伟大 神至少有这么伟大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月亮离我们很远 因为你不能坐高铁到月球去 不是吗 你知道月球有多远吗 像光这样的速度 月球 我们走到月球 光的速度都要跑1.2秒 那是多大的距离 38万公里 你想象38万公里是多大吗 够不够大 好大 太阳比月球更远 你知道你今天照到的阳光 是八分钟以前 从太阳发射出来的吗 光每一秒跑30万公里 但要走八分钟才能来到地球 远不远 也感谢主有那么远 不然我们就被搞交了 不是吗 我们所在的这个银河 是上帝创造的 银河系像一个圆盘一样 像个圆盘 我们这个银河系 外面还有其他的银河系 我只谈我们现在这个银河系 这个银河系像个圆盘 你从最左边跑到最右边去 这个圆盘光要走多久 你有没有吓一跳 一秒30万公里的光 他要走十万年 才能从银河系的这一边 走到那一边去 可不可怕 神有多伟大 我们现在看得到的最远的星 距离我们多远 那个距离有多少 光要走多久 他看在自然这个 这个杂期刊上面 光要走131亿年 那是多远 你有概念吗 你想得出来那是什么样的概念吗 让我提醒你 神有多伟大 神至少比这个还伟大 因为这一切是祂创造的 让我再说一次 要么你就不信神 你不用管这些 你要信神 你一定要知道上帝有多伟大 你知道那个伟大的力量 现在在哪里 把那个力量释放在你的心里 祂能照着运行在你生命当中的 大能大力 以至于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你了解这是神的概念吗 你了解你里面有这样的能力吗 我们今天的主题 这个系列的主题 我们谈到的是 如何面临困境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来宾朋友们 在你面对困境的时候 请你想起神有多伟大 在你面对困境的时候 请你想想 神的大能到什么样的程度 魔鬼撒旦最容易欺骗我们的东西 就是把我们的困难放大 把神的能力缩小 今天你要得到一个真实的力量 运用你里面的力量 这是上帝已经释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力量 让我告诉你几个很重要的事情 福音就是神的大能 这个能力进到人的生命当中 会发生极大的变化 耶稣有个门徒叫彼得 彼得是谁 彼得是一个加利利海边的渔夫 而且很可能是一个胆小的渔夫 因为他三次不认主 不是吗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进到彼得身上去之后 彼得成为什么人 成为圣彼得 你知道吗 初代的教会 教会的起先就是建立在彼得的身上 他一次讲到三千个人就受洗 一个小小的渔夫如何做到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在他里面 这个人也许你认识他 对不起这是他的全身照 这不是他的半身照 这个孩子一出生就没有手也没有脚 你看他这张照片 你心里会不会想着 这个孩子大概只能靠别人帮助 才有可能活得下去 他的名字叫做利克胡哲 Nick 他的爸爸是个牧师 很感谢主的是 这个孩子很小 就领受了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的能力 这个能力在他生命里面 他的生命开始完全做个转换 他不是一个接受别人帮助过活的人 他反而是一个帮助人们成长的人 在他全世界各地演讲 他做出许多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想象的事物 我告诉你 他能够滑雪 他能够打高尔夫球 他能够冲浪 我偷偷告诉你 我还没冲过浪 他冲过 为什么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我好喜欢他讲的这句话 他说我是上帝的限量精品 什么样的力量能够让一个残缺的人 说出这么美好的话语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这个能力在你里面 你就会开始被翻转出来 我可以一直跟你谈这样的故事下去 我认识一对一位姐妹 她有很爱她的先生 她有两个幼小的孩子 有一个很羡慕 人人很羡慕的家庭 有一天她先生突然生病了 很快就过世了 这个姐妹突然要自己去 承担起来小孩的教养 承担起来经济的压力 去承担最难的部分是 那个原本讲好要白头偕老的那个人 突然就不见了 你能想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吗 你能想象这是一个多么大的难处吗 这个姐妹在这个时候万念俱灰 觉得生命变得没有意义了 但是很感谢主的是 福音尽到她的生命来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一个愁苦的姐妹 我现在看到她充满笑容 我现在看到她两个小孩各有成就 我现在看到的她 是什么地方需要帮助 她就会在那个地方立刻出现 我什么时候看到她 什么时候她就把欢乐 平安 喜乐 带给身边的人 福音的力量如此伟大 我也认识一位弟兄 她刚刚失恋 她跟她的女朋友已经交往多年 论即婚嫁 突然这位女生坚持要离开 这位弟兄觉得落入谷底 她认为生命变得没有意义了 我活了那么 我付出了这么长一段时间 到最后是一场空 她甚至觉得她没有继续活下去的动力 感谢主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进到她的生命中 这个福音的能力开始进到她生命里面 她开始被翻转出来 今天她甚至一个新的女朋友 我相信她很快就要结婚 她活得幸福快乐 为什么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我可以一直讲这样的见证 一直讲下去 前天晚上在我们社区的门口 我碰到一个姐妹 她看到我阿荣赫慕斯 因为她是这一次E1 参加E1的这个姐妹 她跟我说她还没有受洗 她正想要受洗 她跟我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见证 当她婚姻开始出问题的时候 她没有一天可以好好的睡觉 你知道不能睡觉有多么痛苦吗 那是一个极大极大难受的地方 她求神拜佛了一段时间 终于来到教会 当她来到教会的时候 参加完E1 每天晚上读一段圣经 睡前之前有一段的祷告 让她一觉到天明 她眼上带着的笑容和喜乐 更重要的是那个平安 她已经找到真实的力量 各位让我提醒你 这个力量如此的真实 活在你的里面 我们问问看在场的弟兄姐妹们 如果你是已经受洗的基督徒 请你挥挥你的手好吗 哈利路亚 我们看到好多人是 感谢主 这个力量在你里面 你开始使用它了吗 你开始感受到它了吗 如果没有 我要恭喜你 今天是一个翻转的时候 进去掏一掏 找一找 是不是上帝的力量 已经在你生命里了 也让我再问你一下 你不是基督徒 你莫名其妙坐在这里的 轻轻的挥挥手好吗 不用太大 轻轻的挥挥手 OK 我看到你了 是 很好 我特别有些话要告诉你的 福音是一个力量 那个力量进来之后 你生命会开始被翻转 你有看到刚才前面的见证吗 你光是得到这样的力量 有一个力量在你心里 你就不再被搅扰 这就只会一切的票价 请你预备好 今天你要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祝福 进到你生命里来 你要拥有这个力量 如何拥有这个力量 有几个部分我要带着你来看 第一个 我要请你填上这个空格 你要用神的眼光来看你自己 你要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你自己 你是谁 你算什么 也就是你的身份是什么 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物 我最羡慕修哥的一件事情就是 修哥拥有几乎完美的自我形象 不管你怎么嘲笑他 不管你如何看扁他 他永远活得健康快乐 我认识他那么多年 我后来发现一个真秘诀是 他的秘诀就是 永远用上帝的眼光来看我 不是隔壁的眼光 也不是别人的眼光 上帝的眼光 神怎么看我 我要宣告出来 在圣经当中 神怎么定义我 那就是我的定义 这是我从修哥身上 学到一个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的恩典 我多么希望你也开始学会这件事情 看见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通常不太容易 我刚刚到教会来的时候 琼玲姐的先生叫Burr哥 叫宽慧哥 他现在不叫Burr哥 他因为儿女都已经结婚了 他坚持他要升级 变成Eagle哥 我很谢谢Burr哥在 Eagle哥那时候的对我的提息 他每次看到我 他都会叫大能的勇士 大能的勇士 我其实不是很懂 什么叫大能的勇士 我一直以为跟身材有关系 后来我才发现 大能的勇士 是旧约圣经当中在谈论 世事记里面 谈论一个以色列的世事 他的名字叫做基电 他的名字叫基电 基电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 他现在很被压榨 那个时候是以色列人 很落寞的时候 因为他们行耶和华眼中 所看为恶的事 所以米甸人 亚玛利人 都会来攻击以色列人 很惨的一件事情是 以色列人开始播种 开始杀种 要收成的时候 米甸人他们就出现了 要收成的时候 亚玛利人就出现了 来破坏 来掠夺 所以以色列那时候 活得非常的穷苦 你能够想象那时候的样子吗 你种什么 别人就来破坏什么 或是把你抢走 他完全感受不到 上帝真的与我同在 有一天耶和华的死者 来到基电的面前 他就是跟基电这么说 基电 大能的勇士 耶和华与你同在了 你猜基电怎么回答 哈哈 笑死人了 我们现在过得这么悲哀 我们现在过得这么悲惨 你说耶和华与我同在 你讲错了 你讲错了 我听说过耶和华 曾经跟我的祖先同在 他带他们出埃及 要进到迦南地来 我听过跟他们同在 但是现在 你没有看到我去年 播种下去的东西 立刻就被人家糟蹋光了 你根本不晓得耶和华 到底有没有与我同在 所以这个时候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他还回应一下 你叫我大能的勇士 笑死人 你可能不认识我吧 你为什么叫我大能的勇士 基电用什么方式看他自己 我们如果谈出来 你会觉得好面熟 基电他跟 他用这句话来回应 大能的勇士这句话 我们来一起读一下这句话 好吗 来 请 我凭什么呢 凭什么叫我大能的勇士吗 人们通常呼召你的时候 叫你大能的勇士 神给你一个新的身份的时候 你通常用什么眼光去看待这件事 你有没有觉得这跟我们很像 我第一次我的小组长在跟我说 我刚到那个小组去才三个多月 我是小组里面最知浅的 圣经最不熟悉的 聚会最不稳定的 但是我的小组长在跟我说 融合 我觉得你最适合当小组长 我听了吓一跳 你是不是不认识我 我后来才发现他跟每个人都这么说 我本来以为我的小组长一定很诡诈 我后来才知道我的小组长 很有上帝的眼光 他知道我的小组里面 每一个人都适合当小组长 他看出来的 他跟前面每一个人讲的时候 大家都没有回应这件事情 但是那时候的我 我告诉你 他刚刚跟我说的时候 我第一件的想法就是这个经文 就是你现在看到这个经文 我 你有没有搞错 我 我能吗 我刚到小组来 我圣经又不熟 而且我平时还会打麻将 我的麻将打得很好 有一段时间打麻将甚至是我的 零用钱的来源之一 你有看过小组长打麻将吗 所以我跟他说你大概看错人了 他说我知道你是一个牧者 你要成为小组长 各位弟兄姐妹 来宾朋友们 我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决定之一 就是我答应要当小组长 我答应了 我承诺了我的身份 身份开始完全变化 你知道吗 从我开始答应成为小组长之后 第一 我的圣经越来越熟悉 我比别人更认真读 第二 我主日聚会 我小组的聚会出席率越来越高 为什么 因为我不能请假 他们都会到我家来聚会 我从此无法请假 当小组长最大的好处就是 你不能请假 第三 我就不再打麻将了 因为当小组长根本没有时间 我唯一打麻将的就是 除夕夜的时候跟我陪我妈妈 这是我们家的传统 陪我妈妈打一下麻将 你知道 我妈妈打麻将的速度 让我觉得麻将真的是一件 很痛苦的游戏 所以我也不打了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物 当你开始用上帝的眼光 看待你自己的时候 你的生命会被翻转 你会当成不一样的人 你用什么眼光在看你自己 让我提醒你 我们看自己通常会有物谬 我们要不把自己看得很高 我们要不通常 我们把自己看得很低 积淀就是如此 我就是如此 你呢 你要小心你用什么眼光来看你自己 特别你也要注意 不只是你如何看你自己 别人如何看你 新约圣经里面记载了一个妇人 一个很可怜的妇人 她刑淫 她犯罪 被当场抓到 你可以想象那是多难堪的事吗 你可以想象那是多么沮丧的事吗 她被众人 被法利赛人跟文士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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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耶稣的面前来 你可以想象得到她的羞愧吗 这一群人告诉她 你是个行淫的妇人 你是个淫妇 那时候这是罪行是很大的 就是大家要拿起石头来 她要受的罪法是 每个人可以拿石头来 把这个女人打死 所以她众人说 你是个该死的妇人 各位说她是淫妇 说她犯了错 说她是个该死的妇人 这就是别人贴她 她身上的标签 她来到耶稣的面前 今天我最想要跟你谈的事情是这个 上帝用什么眼光看她 上帝如何看这个女人 上帝首先跟在场的所有的 拿着石头要打她的人 上帝跟她说 跟他们说 如果哪一个人没有犯过罪 你就可以拿起第一个石头来打这个女人 每个人想一想 我猜他们大概想起来 昨天晚上她做了什么事 上礼拜她做了什么事 越想越想 上个月要做哪些 是本来石头抓得很紧的 一想越想越多就放到地上去了 没有人有勇气 没有人可以承诺她没有犯过罪 所以这些人就离开了 我要谈的东西是这个 耶稣怎么跟这个女生说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好不好 耶稣说了什么话 我们一起读这个经文 来 请 我也不定你的罪 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各位 我并不是说这个行营的妇人 犯的刑罚或是犯的罪是不重要的 神当然在乎那样的罪 但是哀哭痛悔的心 神并绝对不轻看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耶稣告诉她不要再犯罪了 这是神如何看待她的事物 今天我能不能跟在场的某些弟兄姐妹们 我要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不要让别人定义你是谁 你要让永生的神来定义你是谁 用神的眼光来看待你 因为上帝看待我们 我很喜欢这样的说法 我们将自己看成一块泥土 神看到的却是漂亮的花瓶 你要注意上帝的眼光 我们看到的是空白的画布 神看到的是已经完成的艺术品 我们看到煤炭 神看见钻石 我们看到问题 神看到解决方法 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失败 神看到的是潜力 你在你生命当中的潜力 我最喜欢末了的这句话 我们总是看到结束 神看到的是开始 用神的眼光来看 用神的眼光来看待这样的事物 你知道你为什么坐在这里吗 你坐在这里有特别的原因 我告诉你 你坐在这里是上帝一个拣选 当初上帝在呼召保罗起来 建立教会的时候 圣灵跟保罗这么说 你要去把这一些人 各位就是谈到我们这一些人 拉出来 这句话怎么说 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好不好 他在使徒行传 这是圣灵在猜浅保罗 去建立教会的时候 他跟他说的话 这里的他们指的就是我们 请你先跟旁边的人说 他们就是我们 他们就是我们 我们来读这个话好不好 好 来 使徒行传26章18节请 你我都被呼召要打开你的眼睛 你要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要从撒旦全世转向神 这是你坐在这里的原因 也许你还没有信主 也许你是莫名其妙到这里来的 但是我要告诉你 这就是你坐在这里的原因 很重要的原因 你要领受这个真实的祝福 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待你 你的眼睛必须被打开 我以前那些跟我打麻将的朋友问我 你为什么现在都不打麻将 你都不喜欢我们的钱了吗 我跟他这么说 当你有了龙虾 鲍鱼跟帝王蟹的时候 你就不会吵着要去吃五锅鱼了 你的眼睛需要被打开 你会看到真实的价值在哪里 上帝并没有翻转我 牛转我 不准我去打麻将 上帝告诉我什么是更珍贵的 上帝告诉我 你的时间要花在什么样的地方 我因为眼睛被打开了 我才发现我以前一直都看不见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力量 当他进到你里面来的时候 他就很真实的开始影响你的生命 各位弟兄姐妹 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你自己 要出黑暗入奇妙光明 这是你正在被呼召的事物 第二个标题我要请你填上去 你要在基督里得到真自由 你要得到真实的自由 让我请问你 你有自由吗 让我再问你 你有真自由吗 一个还不到18岁的孩子 你没有 你如果到便利商店去 买烟 买酒 他不会卖给你 为什么 因为18岁以下的人 没有抽烟 喝酒的自由 没有 我认识几个孩子 他们一直等到18岁 终于有抽烟 喝酒的自由 他觉得我终于得到这个自由了 我开始去买自由 买烟 买酒 享受这个自由 两年后 他满20岁了 他突然发现一件事 我好像没有不抽烟 不喝酒的自由了 我没有不抽烟 不喝酒的自由了 什么是自由 自由是什么 我很喜欢圣经里面 耶稣教导的这句话 在约翰福音的八章 34跟36节的这个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好吗 来 请 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 这个罪的瑕士 就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成为一个保罗称为 成为罪的律 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这样说 立志为善由得我 但行出来由不得我 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做 我所厌恶的罪我倒去做 我真是苦啊 这是保罗说的 你有没有发现 跟你的状况也很像 有吗 三个礼拜前有个姐妹 跑来跟我满脸心中 碎眼朦胧 跑来跟我说 荣和哥我终于把太阳的后裔看完了 我说你可以不看啊 他说我就是不能不看啊 他有没有自由 你想一下这个事情了吗 你知道有一些网站 你不应该去 你不应该看 可是你还是去了 你知道有些人 你不该跟他发展关系 可是你还是做了 你知道有些人 你应该好好爱他 可是你就是没有办法 用最美好的脸孔来面对他 你知道有许多事 你不该做 你不该碰 可是你就去碰了 保罗说的多么精准啊 理智为善由得我 但行出来由不得我 为什么 罪 罪的律在我们里面 所以这句经文才会说 天父的儿子如果叫你们得自由 你们就真正得自由了 各位福音是什么 福音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流出保险 解决我们罪的问题 于是你可以开始真正得到自由 大概三个月前 我认识一个牧师 他是陈希慧的一个牧师 你知道陈希慧是什么吗 是帮忙戒毒的 这位牧师原本就是一位吸毒者 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吸毒 他跟我讲了他的经历 我听得非常非常的难过 但是听得也非常非常有盼望 我才知道自由多么可贵 请你先跟旁边说 自由非常宝贵 弟兄姐妹们 你要真实的拥有真自由 这位牧师告诉我 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吸毒 他爸爸妈妈都很生气 怎么样叫他回头都回不了头 他爸爸后来抑郁成疾就过世了 就他爸爸过世停临在家里的时候 那个棺木停在他们家的客厅 他跟哥哥两个人负责轮流守灵 轮到他守灵的时候 他一边看着爸爸的棺木 坐在旁边 一边流泪 一边拿出枕头 吃到自己的血管里去 他说他真的很难过 他真的很痛苦 他也真的不想这么做 可是他跟我说 他一点自由都没有 他完全被毒品挟制控制住了 尽管在这样的场合 他也只能做这样的事 他告诉我一个吸毒的人比狗还不如 所以他很痛苦 很挣扎 于是他做了这个见证 他说亲情没有办法 把他真正从那个苦难当中 那个不自由当中被拉出来 亲情没有办法 友情没有办法 连爱情都无法把他从那里拉出来 什么事情如果真的能帮助他 这个经文帮助他 这个经文是一个大有能力的经文 是带着自由的能力的经文 我能不能请你大声 我们来宣告这个经文好不好 格林多后书的三章17节 请 主就是那里 主的灵在哪里 哪里就得以自由 主的灵在哪里 那里就要得自由 你所在的地方就要得到自由 所以这位牧师跟我见证 真正就把他脱离的是耶稣基督 真正就把他脱离的是什么 是那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 他相信了 他真实的领受 那个能力在里面真实的发展起来 他能够真实脱离毒品的挟制 于是他立志 他一定要帮助这些 现在这个不自由的环境当中的人 所以他在晨曦会堂牧师 嗜处辅导这些戒毒的人 为他们服侍 弟兄姐妹们 自由是多么的宝贵 请你记住这句话 请你领受这个很重要的真理 自由不是拥有随心所欲的权力 自由是拥有不被捆绑的能力 我再说一次 自由不是拥有随心所欲的权力 自由是拥有不被捆绑的能力 这个能力非常重要 这个能力要成为你生命当中 极重要的祝福 你一定要保守这样的能力 拥有这样的能力 各位弟兄姐妹 你一定要在耶稣基督里拥有真自由 你要有真实的自由 你的潜力就能够被发挥 你有真实的自由 你就不会被约束 你有真实的自由 你才能让耶稣基督的灵 在你生命当中彰显祂应得到的荣耀 第三个我要给你的标题 是你要坚信神的选招永不后悔 上帝呼召我们永远不会后悔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物 我现在常常要辅导许多夫妻 你知道很多夫妻要离婚的时候 到我面前来都会告诉我一个这样的理由 我痛恨这种理由 他说我们因不了解而结合 我们因了解而分离 这是什么话 我讨厌这样的话 这个话让我很没有安全感 不是吗 但是人不是这样吗 我们为什么一直标榜神永不改变 我们为什么标榜神是息在 金在 永在的神 我们一直标榜上帝 你是不动的那一位 因为他跟我们有很大的不一样就是 他不会今天拣选你了 改天他跟你说原来你是这样的人 那我当初选错了 神会不会这么做 我今天要传递给你非常重要的讯息 神的呼召永不改变 永不改变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好不好 罗马书的11章第29节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 请 因为 因为神的恩赐和选招是没有后悔的 神不会后悔 神不会挑选你 然后到时候跟你说 我当初看你还不错 怎么你是这样的人 上帝的拣选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他一旦选招 他就选招到底 他的恩赐一旦给你 他就支持你到底 你要知道这件很重要的事 我想要跟你介绍一个人 就因为圣经里面的另一个事实叫参孙 这个人的故事很精彩 参孙那个世代 是以色列人又被压迫的世代 那个以色列人这个时候的敌人 是非利式人 非利式人是以色列人的敌人 常常来攻打他们 以色列人常常被他们欺负 被他们欺负 于是耶和华就临到参孙的妈妈 就告诉他妈妈 各位 参孙很特别 他在母妇当中 妈妈还怀孕的时候 就已经被选招了 上帝就已经告诉耶和华的使者来 就告诉他的妈妈说 你服从的胎儿要分别为圣 要归我 所以他一生要做拿戏尔人 拿戏尔人就是专门服侍上帝的 就他不做其他的事情 他不能碰尸体 他不能喝酒 还有他不能剪头发 就是他归到耶和华分别为圣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孩子 当他分别为圣的时候 上帝也给他一个非常特别的能力 在那个世代 没有枪炮的世代 叫冷兵器的世代 什么东西是最有力的 力气 最有力气的人 就是最能够征战的人 参孙超有力气 他那时候就开始攻打非力士人 非力士人就是一直被参孙欺负 参孙最重要的一个事迹就是 他曾经有一个驴塞骨 驴的塞旁边的这块骨头 你如果看他手上拿的那个 就是没有干的那个驴塞骨 他光拿这个当武器 杀了多少非力士人 一千个 你知道一千个是多少吗 一千个非力士人 他就拿这个东西把他们杀死 这个如果拍成电影一定会很好看 但是 参孙是一个这么有能 有大能的人 特别他有一个很特别 我觉得很夸张的事情 非力士人好不容易 把他引诱到一个地方 要把他围起来 城门就把他关起来 往中捉鳖 所以他参孙已经被关在里面 结果参孙隔天早上要起来的时候 他竟然把 他们用城门把他关起来 参孙力气大到一个程度 他把城门拆下来 扛着那个城门走到山上去 非力士人每个人看到下巴都掉下来 怎么会有这样的人 你先不先不成为这样的人 一个蛮有耶和华的恩赐的人 一个蛮有祝福的人 一个大能的勇士 一个人人称现的英雄 我特别要跟在场的所有的英雄 当然英雄有男生有女生提醒你这件事情 英雄的诱惑特别多 如果你很有能力 你要考虑好这样的事情 参孙在男女的关系上 就一直不停的跌倒 他在男女的关系上就很混乱 当然我们知道原因是什么 因为参孙很有恩赐 他很有大能的恩膏 我特别常常在这个世代 我在服侍很多年轻人的时候 我也看到这些 上帝给你这么多的恩赐 上帝给你那么大的能力 你为什么要白白糟蹋掉 糟蹋那些不应该糟蹋的事物上 参孙做的就是这样的事 后来参孙认识了一个女生 因为她的关系是很不好 那这个女生叫大力拉 大力拉这个女生 其实是菲利斯人收买的一个女间谍 因为菲利斯人发现 她最后只能用美人计 所以他们就派了一个女生 来到参孙的面前 然后要打听参孙 为什么她的头发可以 为什么参孙的力量可以这么大 参孙有一个很重要的秘密 她的头发有七个辫子绑在头发上 因为她是拿希尔人 她不能把头发离掉 如果一旦把头发离掉 她的力气就不见了 参孙自己知道 很糟糕的一件事情是 参孙为什么那个大力拉 来问她这个事情的时候 参孙傻傻的就把她的秘密告诉她 我一直觉得 男女关系很混乱的人 通常脑筋也不是很清楚 参孙就犯了这个很大的错误 当她告诉大力拉这个故事之后 大力拉告诉菲利斯人 趁她在睡觉的时候 菲利斯人来把参孙的头发剃掉 参孙的头发一被剃掉 她全身的力气就失去了 所以菲利斯人一涌而上 就把她轻易的制服 想想看 这个杀了菲利斯人那么多的人 菲利斯人会恨她 当然恨她 恨她入骨 恨到一个程度不杀死她 把她的眼睛挖掉 把她关在监狱里面 让她去不是关着而已 让她做了一个石磨 你知道那个驴会在那里推磨吗 他们把驴换成参孙 就参孙在那里跟着推磨 他说你不是大力士吗 他们用这个方式来侮辱她 细耍她 更过分的是 每次他们如果开了什么派对 有什么庆典 他们就会把参孙从监狱里面带出来 细耍一番 愚弄她一下 多么可怜 有一天 有三千个菲利斯人来到他们的庙 他们的神叫大滚 在大滚的神庙里面 这是一个很大的日子 这个菲利斯人五个首领 也通通出席在那个宴会当中 宴会到一半的时候 他们突然想起来 参孙不是还在监狱里吗 去把他带来吧 想一想参孙的样子 我特别找了这两张图 左边是参孙推磨的图 右边是参孙失明的图 想一想参孙这个时候的心情 从小他就是众人捧着的英雄 从小他就被分别为圣归耶和华 从小他就是拿戏尔人 从小他就拥有最大美好的恩赐 从小他就被万方期待万方瞩目 为什么落到这样的下场 谁害他 谁害他这样子 他自己啊 参孙自己啊 我想停在这里问你一件事情 如果你是参孙 你敢不敢祷告 如果你是参孙 你有没有脸跟上帝祷告 如果你是参孙 你开得了口祷告吗 被抓起来了 你知道犯了很多错 可是被关住了 眼睛会被挖掉了 你会不会跟上帝祷告 这是我今天要传递给你 很重要的一个讯息 上帝的选招没有后悔 你什么时候最需要祷告 你不想祷告的时候 你什么时候你最需要祷告 你不敢祷告的时候 这正是你最需要祷告的时候 弟兄姐妹们 你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能力 它会被隐藏 会被埋没 在你低头 你不祷告 你回转 你不向上帝 这个时候 你的潜力就没有办法发挥出来 我多么感谢主 这个故事的结局是如何 参生开口跟上帝祷告 这是让我很讶异的一件事情 他竟然敢开口跟上帝祷告 他怎么跟上帝祷告 我们来读一下他的祷告词好吗 在世事记的16章28节 我们读这个经文来 请 再给我一次力量 这时候他敢开口呼叫上帝 上帝有没有回应他 你开口上帝就一定回应你 神的选招没有后悔 神不会说参生你现在做成这样子 你还敢跟我开口吗 这不是上帝的作为 上帝的作为是 我的恩赐和选招没有后悔 弟兄姐妹 你的生命会有高山 会有低谷 特别在你低谷的时候 你要学会这样的祷告 要恳求上帝为你做这样的祝福 所以我真的呼召每一位 在教会当中聚会的弟兄姐妹 你要有足够的属灵同伴 有时候你真的自己 没办法开得了口 打电话给他 请他为你祷告 什么时候你最需要祷告 你不想祷告的时候 什么时候你最需要祷告 你不敢祷告的时候 当参孙谈完这个祷告之后 做完这个祷告的时候 上帝给他的力量 再一次全部进到他的生命里来 再一次来到他的身上 这时候参孙被带到那个 他们大滚庙的那个派对的现场 有两根柱子 参孙就靠在那个柱子上面 他发现他做完这个祷告之后 他的力量回来了 他做了一件重要的 没有想到的事情 他把两根柱子推倒 你可以想象到那是什么样的力量 才能把这个柱子推倒吗 大滚庙的两根柱子 被参孙用人力用他的双手推倒 推倒之后大滚庙上面的屋顶 就压下来三千个非力士人 包括他们的首领 在那个地方被压死 圣经最后这样的描述 参孙生命的结局的时候 他这么说 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来 参孙死时所杀的人比活着的时候 所杀的更 参孙被呼召来做什么 杀非力士人 他呼召起来就是要对付非力士人 他曾经荒唐 他曾经做错了许多 不应该做的事情 可是他什么时候回头 什么时候上帝 再次把这个能力放在他的身上 弟兄姊妹 你要紧紧的记住 神的呼召没有后悔 你要很清楚 特别在你需要祷告的时候 你要懂得开始抬口祷告 因为那这是你在低谷当中 最真实 最需要的帮助 所以神把这句话 放在希伯来书里面 告诉我们 你要坦然无惧的 来到施恩宝座前 请你记得 当你在困苦当中 当你碰到磨难的时候 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了 在希伯来书的四章十六节来请 所以我们直观坦然无惧的 来到施恩的宝座前 会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你要记得这个时候的祷告 特别重要 我希望这成为你生命当中 极重要的祝福 你的潜力很容易被你自己的看法 压制住 让什么时候转向神 你的潜力什么时候可以开始释放出来 最后我要给你这个标题 你要在信心当中走成全之路 你要在信心里面走成全的道路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优秀的吗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聪明的吗 要救一切乖巧的吗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想很多的吗 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 相信最重要 相信得着祝福 你看出这中间的差别吗 相信才是这所有事情上面的根基 是本于信以至于信 信心是你领受这个能力 最重要的一件事物 我自己要认识神之前 我有几乎十年的时间 在这件事情上面 我浪费了许多时间 我要你不要浪费这个时间 让我提醒你一个很重要的 秘诀信不是一种感觉 信是一种选择 你选择相信你就信 那么你刚开始的信会小小的 你选择相信 那个信心就会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就会长出来 这叫本于信以至于信 信心是有大小的 所以刚才我呼召的时候 刚才问大家还不是基督徒 你莫名其妙坐在这里的 这些人请你注意 我这句话是对着你说的 如果你还没有信 你不必等着 我感觉有没有信 你要做的事情是 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 你就信了 你信了有什么好处 信了就得到这个福音的能力 信就一个很重要的事物 那个能力就真实的进到你生命来 不只这个信 圣经里面提到 如果你有信 你是跟亚伯拉罕一样得朝祝福的 亚伯拉罕的福多么令人羡慕 我们先来读这个经文好吗 在加拿大书的三章九节 什么人可以得到亚伯拉罕的福 我们一起读 来 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 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 有信心为本的人 所以信多么重要 信就是一个选择 你选择完了 你就跟亚伯拉罕的祝福一样 亚伯拉罕得到什么福 如果你上过一万 你知道修哥常常的口头禅就是 多禅 倍增 掌权的福 这就是亚伯拉罕很重要的祝福 让我们告诉你 亚伯拉罕另外一个令人羡慕的福 亚伯拉罕有一个使人因你得福的福 就是人们透过亚伯拉罕得到祝福 不是吗 你今天领受的这个祝福 你身边的人开始领受这个祝福 你的妻子 你的先生 你的丈夫 你的孩子 你的父母 会因为你而得到祝福 这是多么重要亚伯拉罕的福 你要领受这个祝福在你的生命里 因为上帝说的话从来不是开玩笑的 上帝说的话是真真实实的 我再给你强调一次 你如果在教会当中 你一定常常听到这样的话 我们一直颂赞神你不改变 如果你仔细想一想 你会发现不改变很难 不是吗 我们变了多少次了 神永远不变 祂很清楚的一直在告诉你 我不会变 而且我说出的话一定不会改变 这是在整本圣经当中 一直贯穿的一个概念 我们在里面可以看到一个这样的经文 在以赛亚书的55章11节 我们来读这个经文一下好不好 来 请 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 绝不突然返回 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事 在我发祂去成就的事上必然恨通 在我发祂去成就可以翻译成 我发祂命定的事上必然恨通 我说的话就一定会祝福 祝福就一定会在你生命当中 所以祂会按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匆匆足足成就一切 这是上帝的话语 祂要你去做这件事 祂就必为你这东西得到全然的祝福 各位如果认识我的人都知道 我在两年多前开始往高雄移动 我要到高雄去建立高雄的旌旗教会 我很兴奋我开始领受了这个任务 我也很兴奋我可以在教会的建造上 可以参与在里面 这一直也是我的梦想 台中要离开到高雄去 对我来说 我必须面对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有一个妈妈在大讲 有一个连迈的母亲在大讲 而且在之前她就先呛您 她不答应 我不要你去 因为很远 因为高雄很远 你去了我就会生气 这个事实上如果有需要讨好的人 一个就是我太太 一个就是我妈妈 这是我最不想惹她们生气的这两个人 可是我妈妈在这件事情上面 她的看法跟我 几乎没有转环的余地 可是我毅然决然的还是把 打包所有的东西 然后开始往高雄去移动的时候 我妈妈有几个礼拜不跟我说话 我打电话回去她都不理我 我把这个事情一直放在我的祷告里面 我一直觉得神如果你要成全我 要成就我的命定 要我去做这样的事物 求主我把这样的事情摆在你的面前 帮助我 我常会这个事情祷告的时候 我妈妈 那个祷告当中上帝给我的力量 你要常回去陪她 你知道高雄有多远吗 你知道如果一个人不理你的时候 你特别不想见她吗 我从那时候开始 我就祷告的时候 那个力量在里面催促我 你要回去 常常回去陪陪妈妈 我告诉你我那时候 我原来住在台中 我在台中我大概一个月回家一次 去陪我妈妈 我到高雄去之后 我几乎每个礼拜回来陪我妈妈 两年来都是如此 我最长不会超过两个礼拜 我几乎每个礼拜回来 最多最多两个礼拜 你知道高雄离大甲有多远吗 来回五百公里 我每个礼拜做这件事情 我现在想一想我也吓一跳 我怎么做到的 如果你认识我你就会知道 第一我是一个很忙碌的人 第二我对重复做一件事情 做很久很痛苦 可是我做到了 我很压抑我做到了 我在预备这边讯息的时候 我想一想我又不是那么亚抑 为什么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就一切相信 我真的相信 我要走在这个蒙福的道路里面 我真的相信 神正在拆拜我去成为面对 这一成全这个命定的人 我相信这件事情 我知道上班班一定会有困难 我不晓得这个困难是最 对我来说是一个很严重的困难 除了我太太之外 就是我妈妈的事情 他反对 可是在这件事情上 我每个礼拜回来 我妈妈现在跟我说 我觉得高雄好像比台中还近 我觉得我常常可以看到你 我妈妈现在会打架到一个程度 她会现在西瓜开始出现 她会说 儿子我们去买西瓜来吃吧 她没想到我在高雄 我从小到大中 我认识懂事到现在 现在我跟我妈妈是最好的时候 最亲近的时候 为什么 很难相信 因为我在高雄 我做了每一个礼拜可以回来看她 现在她爱上脚底按摩 我甚至可以每个礼拜带她去脚底按摩 我发现我们母子可以享受一个很美好的关系 我今天五十几岁了 她七十几岁了 我不晓得在这个时候 我现在还可以跟妈妈建立这个美好的关系 哪里来的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让我胜过这一切成为得胜者 成为得胜者 我们来读一下启示录这句话好不好 启示录这句话很特别 我们先来读一下这句话 来 请 他们 蒙昭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 让我很清楚的告诉你一个很重要 今天的核心讯息 你要发挥你的潜力吗 你的潜力就是会成为得胜者 你要以成为得胜者为标杆 你被命定成为得胜者 请你跟旁边说 你被命定成为得胜者 你会有困难 就像我碰到的困难 就像刚才那个没有手没有脚的尼克 碰到的困难 你会有困难 但是你会胜过这个困难 启示录里面说到 羔羊所跟羔羊一起征战的 我们总是在这些征战当中 这些困难不会把我们打趴 这些困难会帮助我们成为得胜者 各位 这里说什么人是得胜的 蒙昭被选有忠心的 让我提醒你 蒙昭被选不是你的事 不是我的事 这是上帝的事 上帝已经召你 已经选你 所以你坐在这里 你需要跟神回应的事情是什么 忠心 请你把有忠心圈起来 这是上帝没有办法帮你的 这是你需要用你的态度去回应的 有忠心就是紧紧跟随 有忠心就是跌倒了会再站起来 有忠心就是真实的尾声在上帝的国度当中 祝福你成为一个忠心的人 忠心跟随奔跑的人 你会成为得胜者 最后让我用这句话 解决我今天的讯息 你要成为得胜者 得胜者不是一个不会失败的人 得胜者是一个不会放弃的人 我要祝福你 你的生命有大大小小的困难 你要透过上帝给你的潜力 成为得胜者 你不见得不会跌倒 但是你永远不会放弃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祢给我们这样美好的讯息 谢谢祢让福音这样的能力 真实的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谢谢祢把福音的大能释放在我们的生命里 以致我们可以全然活出属乎祢的美好 帮助我们在场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我们在面对感情的挫折 我们可以懂得战胜孤独沮丧 我们要成为得胜者 主要帮助我们 当我们面对那些不当的诱惑 我们可以战胜邪情私欲 成为得胜者 主要帮助我们 当我们面对过去的伤害 让我们靠着饶恕和释放 成为得胜者 当我们面对未来的恐惧 主要帮助我们靠着祢 我们可以成为得胜者 主要当我们面对罪的瑕疵和捆绑的时候 让我们靠着祢 靠着祢的保血 我们可以得着真自由 成为得胜者 弟兄姐妹们 我深深有一个感觉 我觉得神在呼召我们 得胜在祢的困难当中 得胜在祢的困境里面 我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我觉得上帝要我现在呼召祢 我们太容易把自己的困难显得太大 然后把上帝的能力放得太小 神要你打开你的眼睛 看到这是撒旦的作为 今天神打开你的眼睛 祂要让你看见神有多大 祂要帮助你看到神的能力是如何的好汉 于是乎你不必常常到神的面前来 哭喊你的困难有多大 于是你可以转向你的困难 在你的困难面前宣告 我的神有多大 让这样大的力量 让上帝的能力真实的成为你生命的祝福 成为你生命的支柱 弟兄姐妹们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开始利用这样的能力吧 开始拿出这样的能力吧 你的生命被神命定要成为得胜的那一位 特别我也要为那些 你刚到教会来 你正在思考你跟上帝的关系 你正介于信和不信之间的挣扎 我觉得神今天要告诉你 你来对地方 神要清楚的给你一个答案 信是一种选择 选择相信吧 让这个信能够成就你得救的祝福 让这个信承接神伟大的力量 我要带你做这样的祷告 来显明你的信 来邀请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 让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样的能力 真实的在你生命当中显明出来 请你跟我这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谢谢祢让我认识祢 我现在要打开我的心 邀请祢到我的心中来 成为我生命的救主 成为我的主宰 原谅我的过犯 赦免我的罪 把福音的能力释放在我生命中 让我活出真实的方向 谢谢耶稣 我这样祷告 奉耶稣基督保贵的圣名 阿们 我要恭喜你 如果你跟我做了这样的祷告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现在就要进到你的生命当中来 我们从座位上站起来 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上帝的话 顺便跟你旁边的人说 要成为得胜者 要成为得胜者 我们成为了这样的祷告 好的礼物 祝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力释放在我心里 我靠着祂嫁给我祢的地 凡事都能做 心在主的旨意 我凡事都能做 我靠着祂嫁给我力量的 发挥祢最大的潜力 然后一生活在这个力量当中 祢平安在我心 我靠着祂嫁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心在主的旨意 我凡事都能做 赞开我们的三双手 一起来领受上帝美好的祝福 主 谢谢祢 把那福音的能力 现在再一次的浇灌 在我们在场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来宾朋友当中 让我们一生活在这样的潜力之下 一生活在祢大能的能力之下 活出属乎祢的美好 活出属乎祢的祝福 谢谢耶稣 听我们在这里同生合一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们 一起派赏归荣耀给上帝 哈利路亚 因为神爱你 因为神爱你 他爱靠你变得更美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